大家好,我是蒂 首先,野家清谷六位成员 没有一个人亲口提过解散两个字 但是因为所有媒体都是使用解散 所以在这个影片也会使用这两个字 请粉丝们谅解 女团野家清谷 曾拿下美罗年度榜单二位 音乐节目七十一关王等 不断推出高品质的音乐作品 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在当时所有韩国女团当中 就国内粉丝数而言 野家清谷则位于顶尖的位置 并且在活动结束为止 品牌形象排行榜一直都保持着前十的成绩 在整个活动期间 没有成员退团或者是更换 在国内外的演出也取得了可观的收入 总体实现了大量的音乐 被称为是中小经纪公司的奇迹 但是在2021年5月18号上午11点46分 一家媒体独家报道了 野家清谷全员不续约的消息 随后在上午11点51分 所属公司才通过Vibus 正式宣布了合约结束的消息 因为直到前一天也发布了团纵 成员OMG更是持续到深夜进行了直播 因此当合约终止的消息突然宣布时 不仅粉丝们陷入了恐慌 所有饭圈论坛路人们也感到了极度的冲击 更令人困惑的是 尽管存在这么多疑问 公司在没有提供明确说明的情况下 在活动结束仅4天前宣布结束合约 导致许多无法用常理理解的部分 引起了大量的质疑和推测 2020年5月18号中午11点51分 SUS Music发布了结束专属合约的消息 之后在5月19号晚上10点左右 成员们上传了手写信 传递了立场声明 3月底 OMG向所属公司表达了想要染法 但公司应担忧他的头发状态而不允许 并表示在公司决定要染什么颜色之前 请先等待 一直以来 尤家庆古成员们在回归之前 头发颜色都是由公司决定的 4月中旬 成员们几乎每天都出席公司的练习室 并持续接受了SUS Music所属编舞老师的舞蹈课程 4月13号 在Arena杂志拍摄现场 成员们讨论了他们未来想要尝试的风格概念 4月底 Ona提到 他的头发状况可能很快就会回到黑发 但他似乎要保持金发 最后直到5月18号 公司宣布专属合约结束的前一刻 成员们也去了练习室 真的是无法理解的情况 正如先前所提到的 有的庆股一直以来的成绩都非常稳定 而且不论内部或外部 都没有发生过成员不合 对内霸凌 校园霸凌等 可能对持续发展产生负面影响的事件 也没有过成员的离开或更换 因此当时 不管是粉丝还是路人 对他们的虚约都保持着正面看法 更何况 从SUS Music的角度来看 有的庆股 邀家庆股帮助公司东山在一起 而且从2018年12月后的两年多的时间里 邀家庆股是SUS Music唯一的所属一人 如果与邀家庆股的续约未能达成 公司将面临立即失去所有收入的情况 也就是说 SUS Music的做法与其他知名女团在与经纪公司 终止合约时的常见做法截然不同 通常当一个团体因合约终止而停止活动的时候 他们要么会在没有任何回归准备的情况下 进入一个长期的空白期 要么在合约终止前数月开始 明显减少提供给粉丝们的影片照片续新的内容 进入所谓的备遗弃状态 再或者是为了让粉丝们有足够的时间做心理准备 大多在合约到期前一到两周就发布终止合约的消息 而且像SUS和NineMuse这样的团体 在解散前明确宣布最后一张专辑 并进行了活动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粉丝们或许还能理解这是无可避免的情况 所以像Nine的情骨一样 一个合约活动的团体 突然而且急迫地发表了活动终止消息 才会受到这么大的批评 然后就是直到合约终止公告当天 所属公司和成员们仍在进行或计划进行了活动 宣布活动终止的当天5月18号凌晨 成员OMG进行了直播 而在同一个时间 省便也在余波斯上与粉丝们进行了互动 同时下午4点 官方YouTube频道预计发布special clip影片 而下午6点 官方Neighbor Post预计发布幕后照片内容GPost 但是在所属公司发文合约终止后 这些行程都被取消了 更荒谬的是 连苏斯米奇的员工也是透过新闻才得知 也在清谷活动结束的消息 因此许多人推测 可能是最高层管理人员在员工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 秘密的做出了这一突然的决定 因此不论怎么想 也在清谷合约终止 都存在着难以合理解释的矛盾和非常事 在活动结束后 成员们仍然保持着紧密的关系 继续在群聊中交流 他们不仅会见面进行IG直播 还会在彼此的活动中送咖啡车等互相支持 而在这起前所未有的荒谬事件中 主要媒体们也报道了 姚家清谷在6年后突然解散 这是多么无理的告别通知 谁会想到姚家清谷的6年活动 最后竟是突然解散 姚家清谷解散消息就像半夜逃走 姚家清谷突然解散 失去礼仪的单方面通知等 用非常批评性的文章 谴责了索斯密集和嗨一波 在合约结束消息传出的当天 也就是5月18号 前辈歌手乔牛层在他主持的广播节目中 以姚家清谷的Pump作为了开场曲 并表示 希望这件事不会让所有的粉丝们感到失望 我相信一定能再次在舞台与他们相遇的 然后以波蒂尔闻名的 美国知名饶首歌手Lily Wood 在自己的推特上 发表了对姚家清谷结束活动 表示愤怒的推文 美国RNB歌手Kalant 则转发了这条推文 Lily Wood甚至将自己的推特账号头像 更换为姚家清谷的团体照了 而Kalant在IG开了直播 无言地以悲伤的表情听着 他曾公开表示 最爱的姚家清谷专辑 Time for Earth中的歌曲 Only One 并在喝酒后突然结束了直播 此外 加拿大著名歌手Avery Labin 在姚家清谷结束活动后 也在社交媒体上提到了姚家清谷 而引起了话题 2021年6月11日下午3点 SUS Music发布了一份道歉声明 但网友们都认为 这份声明只是空洞的道歉和辩解 同时声明中也未提到 关于合约终止的具体细节 因而受到了更大的批评 与此同时也有持续批评海捕的舆论 虽然当时有护航的网友们表示 彭希尔和海捕有什么错 不是说了SUS Music是独立运营的吗 但实际上 海捕拥有SUS Music80%的股份 而彭希尔持有海捕32%的股份 这意味着彭希尔个人所持有的股份 比SUS Music自已有的20%还要多 这样的股权结构说明 海捕对SUS Music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力 SUS Music难以独立做出这种决定 下韩国特许厅提交的Gifrend商标申请被驳回了 而韩文尤家清谷的商标申请 虽然仍处于申请注册状态 但想未注册成功 所以实际上可被视为一般名词而使用 也就是说 成员们随时都可以使用英文名称Gifrend 韩文名称尤家清谷进行活动了 尤家清谷的解散案例 凸显了韩国娱乐圈决策的复杂性和突然性 给粉丝们和业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这事件不仅结束了一个 悲受喜爱的女团的辉煌历程 激起了对于艺人权力 公司透明度 以及行业规范的广泛思考 虽然解散的具体原因仍然是一个谜 但尤家清谷成员们之间 普遍的友谊 以及她们在粉丝心中留下的深刻印记 让许多网友们坚信 在未来的有一天 一定能再次见到尤家清谷完全体 再次站在舞台上的样子